我们现在就有请我们的第二位大帅哥 我们的姚琛来到我们的直播间 欢迎欢迎 欢迎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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欢迎我们的双结棍小子 双结棍 OKOK 来姚琛我们正式跟大家打个招呼好不好 哈喽大家好 我是姚琛 今天很高兴能够来到我们的直播现场 嗯 然后同时的话 刚才姚琛在舞台上的表现 哇 太厉害了 我有看到 对太厉害了 圈粉无数 其实很紧张的 第一次表演 我看你超淡定的 是吗 心脏是 咚咚咚咚咚咚 超淡定 又很专业 而且它是一层一层波斯 就波斯抽检的那种状态 慢慢的 对对 就是慢慢的把谜底一一揭晓 而一层比一层更加深欢 我觉得这一点非常厉害 就控场能力极佳 然后同时的话 呃 其实刚才在舞台上 包括在红毯当中 姚琛就跟大家有分享过 就自己很喜欢户外运动 是 对吧 然后具体有哪些 冲浪也有冲是吗 冲浪有冲 滑雪也有 哦 然后骑车 骑摩托也有 我天 爬山 什么越野 徒步这些都有 但最近的话 我前两天去了一个 呃 就是 流浪狗救助基地的那种 哦 我也去过类似的 我也去过 对对对 前两天它们是基地要搬家 然后它也属于一种 呃 户外的嘛 然后我去帮它们搬家 然后弄了一下 呃 这个不光是户外了 更是带着爱心 对 带着一份对于小动物的这种 爱去做这样的事情 有拍 有拍 到时候大家可以看到拍摄的东西 OK 把我摄到账号上面去看一下 对对对 大家多多关注 关注一下 对我们姚春的这个社交平台 然后看它会更新的一些东西 然后同时的话 工作方面有没有一些新的一些动向 想跟大家分享的 工作的话 其实就刚好出了自己 首张新的EP嘛 不必回答 然后紧接着我就准备 我看了你那个打歌的那个黑衬衣 黑T恤 对对 那个视频 那个很火 哈哈哈 对 然后现在要准备第二个 因为下面我希望我的作品是一直不断的出来 嗯 所以现在也在筹备第二个EP的过程当中 好期待 那接下来我们来聊一下今天的穿搭好不好 今天的这个整套的穿搭感觉如何 也很夏日的感觉 对 对 今天很夏日 而且很运动 对吧 很运动 很运动 户外 它我觉得今天的穿搭是怎么呢 它这个是拼接色的 拼接在一起 所以我觉得就是 层次感比较强 然后也像咱们coach的一个理念 嗯 就是非常的有创意 然后我也看了 我们刚刚看秀的时候 其实它的很多服装的颜色都非常的亮 那亮的话我觉得是代表什么呢 而且心情好 乐观主义 我觉得也跟它的原本的理念也是 嗯 相符合的 因为它原本的是什么 探索 纽约的一个浪漫主义 加上一个什么独立的 对 复古电影的一个主感 所以我觉得非常的好 而且其实你今天这一声 我觉得我特别喜欢一点 是它的实用性很强 我看到很多功能性 coach很功能性的一些设计 包括这种 就是装那 对 装很多像这种零件 或者是蓝牙耳机 对 我老丢耳机了 是吧 我丢了很多了 从此不会再丢了 直接放在这个包包里面 把它当作你的耳机包 对对对对 我觉得非常方便 而且结合了很多实用性 将复古优雅和这种美观 结合实用性 我觉得这个日常生活当中 大家的这个实穿度会非常非常高 对 那今天这一声 有没有跟大家来种草 当然有啊 因为有非常多的粉丝朋友也在问同款嘛 那我们来跟大家说一下哦 姚琛的上衣呢 是在我们的100号链接 外套是在101号链接 板鞋呢 是在我们的97号链接 手拿包是在98号链接 哇 已经开始在 开始了 不是 他刚才就 一秒钟一个pose的这个状态 你知道吗 我在当当摄影师 我刚还以为是什么情况 原来已经pose摆上了 这个就是idol的魅力吧 可能就是 那大家如果说想要get到这全套的话呢 就直接去我们的链接里面进行购买 今天去复定金 在7月11号的零点 去支付为一款就可以啦 那同时的话呢 我们姚琛来到现场 我们也要体验一下 我们这个卡尔老师的这样的一个 非常非常特别的一个定制的这样的一个服务 也叫我们的coach create这样的一个服务 那我们到这边来卡尔老师身边 我们要自己定制一下自己的 选一下自己喜欢的标签 选一下自己喜欢的标签 或者是想送给粉丝的标签 这有个个性化就是 一会儿大家就知道了 为什么会选择这种图案呢 也要跟大家揭晓一下 对 一会儿就知道了 你要老虎 你要老虎 因为我叔虎 OK 叔虎的话是 怎么办 因为比我小很多应该 什么 我属牛啦 今年是我的本命年 我说实话我对生肖真的不太了解 红色 算了不算了不算了不算 我看你像去年生的 比较年轻啊 老虎的旁边 这些这些话先不说了 好吧 同时的话其实 我在接下来的这个环节 我非常期待 我们先小小的可以商量一下 一会儿姚琛她会做什么 你会觉得她选哪个任务 一号还是二号 我不希望她再选二号了 OK 因为二号的话就是已经 OK 没有再害你的意思啊 我在说什么 我们刚刚呢 其实在小小的讨论 我们接下来这个环节 因为正好卡尔老师 也会在现场为你制作 专属于你自己的这样的一个定制标签 同时我们这种 coach to create 这种服务 也是每一个来到我们门店当中的消费者 都能体验到的 而且应该是for free 所以大家可以在 我们的这个每个标签当中 加上属于自己人生当中的一些非常重要的一些形象 或者一些形象 这些东西 会让自己的每一件coach的这种单品 会显得更加特别 更加的有意义 对更加有意义 那一会儿的环节 我觉得这个意义更多是送给粉丝的 那接下来时间的话 我们有请凡凡来为你介绍一下我们现场的两个小挑战 好的 是的 刚才的话有非常多的粉丝在这个弹幕中呼唤你的名字 你看全部都是 我们刚才直播了那么几个小时 都没有这么多的弹幕评论 真的 然后呢 本尊出场 本尊出场呢 应该给大家就是带来一些比较好的福利 那今天的话呢 需要你挑战 就是一个小任务 就可以解锁这个福利 你想不想玩一下这样的一个小游戏 是这样子的 第一个挑战呢 我就说的简单一点 就是考验你的这样的一个演技和你的台词能力 第二个的话呢 就是考验你的这个记忆能力和你的这个摆pose的能力 你想选择哪一个 看大家 这样吧 大家如果希望姚琛做第一个任务 第一个就刷一 希望第二个就刷二 我们就是这么real 想看现场演戏的就扣一 就是玩 想要他的照片的 就扣二就可以了 就非常简单 来看一下哪个多吧 来 已经在扣一了 都是扣一的吗 二也有 二也有 我们看一下五秒钟时间哪个最多好吧 有人扣二二二二二 我们只算一次啊 我们不算明白 我懂了 大家其实就是想要照片的 没有一点五吧 一二一二一二是什么 什么走三步吗 一二一 是不是很爱运动啊这个男孩 一二一二 好像扣二的比较多一些 运动不 二多一些 那就是希望获得你的照片嘛 但你的照片其实刚才我们两个就是已经有不小心的就把你给透露出去了 对对 你小时候的一个照片 我们现在要 让你盲选一下 我觉得这样吧 首先第一波我们一样会考验一下姚琛 能不能猜出其余的 自己好朋友的 童年照片 对 然后同时我们还是要本尊来摆个pose好不好 对 我们两个缺一不可 对我们两个必须都要 来吧 有请我们的工作人员为我 上照片 刚才夏之光可是一下子就知道你是 那我们先跟大家也要展示一下 是正的吗 我肯定知道我小时候的照片 我怎么每次都是反的 不走新常路 我肯定知道我小时候的照片 OK 来 我随便抽 OK随便抽一个 这眼神里面 是谁呢 充满了生活的浪漫 对 我想必她的眼睛告诉我她应该会唱歌 会唱歌非常好 这个我已经猜到是谁了 对 对 对不起 对不起 对 你们这个是乘上旗下 一会登场的就是 这个肯定是赵磊 这肯定是赵磊 因为我感觉笑容都没有变 还是那种很可爱的那种笑容 可爱的可爱的 对 好的 那么接下来时间我觉得 首先这一波猜的是非常对 而且我觉得他们之前肯定看过 这个对他们来太简单了 我们还是来点难度的好不好 我觉得就是要复刻一下经典 还原一下自己小时候的一个照片 我当时夏令营的时候 我们还有一个小剧 今天真的是准备很充分 我帮您拿着吧 然后接下来您展示一下 我这个 包都有你看 爷亲 包都有 而且背的方向都一样 爷亲回 帽子也有 现在帽子也有 这个爷亲回 我是该这样还是这样 这样这样 都可以 方向是这样的 你要跟他一模一样 他笑了 也有笑 他笑 他就是你啊 我也笑 来来来来来 我们准备拿相机 OK 好 我们展示一下同时 来有请工作人员我有上相机 那这样吧 我有请你帮我拿一下好了 可以啊 我要铜框拍一张好吗 好的 我要看一下 这个包是被反了 没关系 问题不大 包应该是对的 包应该是对的 我正面看是对的 是对的 是对的 对 那应该这样 你同款来一下 很严谨啊 你们都 第一次在舞台上当摄影师 好新奇啊 来 3 2 1 OK 都是这姚车的粉丝来检查你的这个摄影能力了 我还是不太敢跟他检查 一定很好 OK 那同样的 来工作人员帮我带位保管一下 同时的话 我要把 我的这一张非常珍贵的 我们今天的作品是现场拍到的这张照片 他一会儿会稍微醒一下 对 醒一下 我先带位保管一下 放到我们今天晚上的coach的定制礼盒当中 也是我们的保险箱 保险箱 OK 然后同时 嗯 那在刚才的这轮游戏环节当中 我们是不是解锁了 刚才这个又解锁了 今天就是还有一个挑战 就是没有人挑战 我真的 一会儿交给会唱歌唱得很好的 哦 小时候笑的就很久 对我们那会儿就直接把这个任务给他就好 直接安排 我们就安排了 直接安排给他 OK 那刚才的话呢 姚琛也是为大家解锁到了这样的一个非常好的福利 那我们现在就是准备 要给大家抽奖了 那这一轮的话呢 我们的抽奖口令 依旧是711属于coach的双11 大家记得要打在我们的公平处 首先的话呢一定要关注直播间 另外也要成为我们店铺的会员 我想请你帮我一个忙 因为他还在继继续沟通他的标签 我也想请你帮我一个忙 你说 你知道就是因为我Q关注的时候 真的很少人点 关注吗 关注店铺吗 关注店铺就很少人点 我就想说爱豆在的话 就是Q关注应该会比较容易一些吧 我一会让他们三个同台 可以 高情商男神 我觉得一会他们三位同台 让大家来点击一下店铺关注 这一下总有人点了吧 肯定有人点 期待一下 回来了 回来了 而且刚才呢 其实我们两位大帅哥 在我们的卡尔老师那边的定制 都是为了在最后环节当中的神秘大奖 去给粉丝去送福利 所以刚才这些环节都是非常有意义的 大家一定要期待我们最后的那个神秘大奖 同时现在大家应该刷什么弹幕 721属于coach的双十一都已经刷上来了 那我们现在准备倒计时截图 来给大家抽奖 抽出第一位幸运的观众朋友 我们一起来倒计时 我们一起来 来我们倒计时三个数的时间 三 二 一 来我们要姚琛来公布一下中奖名单吧 是全部还是第一个 第一个啦 毕竟你只拍了一张照片 第一个他没有 他有关注啦 他是铁粉 但是他没有刷那个 这个他是 真的很严格 真的很严格 他只发了个来了 你看 来来来 这个应该是淘宝里面的这样的一个体系吧 御元西米露 对不是啵啵奶茶 是御元西米露 真的是五季冲浪的小男孩 对 因为被整过 被整过 这孩子都经历过哪些事啊 太心疼了 恭喜这位御元西米露 获得姚琛的照片 然后我们倒计时五个数的时间 吉他自己的重奖ID吧 五 四 三 二一 好恭喜你 明天去联系到我们店铺的人工客服就可以了 好的 那同时的话 刚刚在这一段的环节当中呢 我们 非常非常开心 能够有姚琛来到这里 来帮直播节 我感觉现场多了很多就是 我那个时候好像高中初中打篮球的时候那种感觉 哦 是吗 真的真的 这种青春活力的感觉就上来了 运动感就上来了 我应该太久没运动了 双结棍也有 好的 那同时要再次谢谢姚琛 同时的话 在一会儿的环节我们还会再度欢迎你来到我们的直播节目 好 那我们待会儿见 好 谢谢 这边 这边 他们叫这边 都可以 都可以